人氣餐廳美食在家做第二次 最重要的是神還原 我們讓師傅在現場 一模模一樣樣 我不騙你 他們專程到現場去吃 吃完之後就把味道帶起來 傻眼 會以為是從那邊買來的 你會以為不可能 對此他都做到了 真的 有過之而無不及 好不好 我們今天跟我四棒對不對 四棒喔 四種最精采的台灣人氣小吃 第一棒 歡迎 Max 四道人氣美食的第一道 叫做 這一道呢 是來港星來台 一定必吃的 西門町必吃的滷味 老天鹿 真的 長兩百元 我們盡量讓它 達到百分之兩百的相似嘛 陳哥應該從小吃 老天鹿長大了 沒有 我說長大以後才吃 他應該是看 我覺得你很棒 我覺得你好好笑喔 你來主持 是不是 好有晃費的 歡迎新主持 你很棒 這樣是會了 接下來我們做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為我們 第二步呢 來 我們加少許的油 來 很棒 不好意思 耳朵都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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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 桂皮 花椒 八角 甘草 對 然後山奈 還有橙皮 山奈 山奈 最重要是哪一種 那比例呢 比例要怎麼 就是他的 他在家裡養肥腩 對 不是那個比例 講人家老天鹿 你這個就比較好嗎 比例的部分當然 各家 各家會有一點點 不一樣 對 比例各家不一樣 對 會有一點點 對 但是老天鹿我也有一個特色 它的中藥味會比較香 然後它的醬味 其實會稍微來得淡一點點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是一點 白硬油加純量醬油 再說一遍這樣子吧 白硬油 就是白醬油 白醬油的意思 白硬油 硬 必硬組 直接那個硬 因為如果你用單純的 就是純量醬油 等一下 你要幫他打成汁 對 來 好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一個部分 你確定他們是這樣做的嗎 你要把膠質做出來是不是 對 摩斯哥有講到一個重點 像滷味 為什麼外面的滷味 為什麼會比較好吃 因為它是同一鍋 一直滷 一直滷 它等於是高湯底 對 那我們再加的話 不太可能 這樣已經睡一下不睡 應該明天打 這個 有沒有看到 我們稍微打一下之後 它的膠質整個 這樣就可以了 對 整個出來了 沒有很細耶 不用到很細有沒有 它其實就很像拉麵那種 雞白湯 我們再加就可以了 雞白湯 雞肉有沒有 好煮出來的白色皮 他背頭 我們稍稍的把它過濾 你們現在冷靜一點 突發好好笑 好笑 這樣子我們短時間就可以在家 做出這種老魯的這種膠質 第三個小訣竅 其實是它 金雞酒 中藥行那個什麼 國術館聞得到 所以它的 國術館 鐵打筍香 對 國術館的藥酒 對耶 用蛋味 去整骨的時候 還幫你用 那是啥 很香 很香 我們可以嘗嘗看嗎 可以 對 我試試看 我試試看 Max你叫什麼 黃酒 比較炒那個 酸菜 辣椒嗎 對啦 有糯米跟紅麴 有糯米跟紅麴 所以紅麴那一路的 紅麴那一路的 對啦 香味早就濃郁了 濃郁的不得了 然後最後呢 我們再把燙好的一些 鴨翅 豆腐放下來 鴨翅 一般在家裡 加工類的 像豆干 海帶一定要分開滷 它的滷汁才不會酸 才會比較好吃 這很重要耶 這超重要的 我們今天這一鍋 大家想說你要滷很久對不對 錯了 其實只要煮20分鐘 然後接著就是你把它 進到冷的湯汁裡面 進個一碗 味道就夠了 對 一碗 這樣才會入味 對... 這個就放進來之後 它就生了嗎 燙熟的 燙熟的 對 我們先用一點火 放熟就好了 好 我們最後呢 炒山菜一樣 下點糖 香氣 為什麼要炒山菜啊 配一下比較好吃 炒山通常都會配 滷味跟生菜 超搭的 很像的是素的啊 素嗎 不過有種半成品 因為它還要經過一天嘛 有半成品 有啊 不會... 我覺得這滿好笑的 這就是我這整個 示範的正確的做法 來 各位來吃一下老天爐的 真的 來 這是我生老天爐 乳白白的 剪他還要剪一下 可是他還在T恤 不是 我們是 我們是邪蘭大廚廚對不對 我們不會的 但是懷疑是合理的 對不對 但是我們是進了去考驗的 OK 可以吧 趕快 你叫Uber E送開 Uber E送開 他滷過了 冰的 很冰耶 老天爐是涼乳 其實冷的時候 它是涼乳 對 然後冷的時候 它的還是會擁有香氣 而且膠質其實就會附著 在我們的乳味上面 我們上桌前呢 點一點點 我特製了一個花椒辣油 老天爐沒有這個吧 我特製的 他特製的 他加工了 再放點 酸菜 然後你再不知道 酸菜熱 先放這邊 因為它是熱的 來 這樣子就完成了 OK 來 來 你有沒有發現 我一直端著 你有沒有看到 我看 好 很入味耶 對... 這就是浸泡一天的魔力 好好吃喔 超Q吹的耶 對... Q吹是什麼啊 超Q又脆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可以翻譯成這樣嗎 Q又脆 對... 我以為我算是跟不上 時髦的腳 Q吹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這個形容詞 那你就該翻譯喔 厲害... 好好吹喔 Q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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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吹嗎 Q吹嗎 需要Q吹嗎 不要想到別的 Q吹 Q吹 有沒有 Q吹吧 好Q吹喔 好Q吹喔 好煩喔 好煩喔 掌聲鼓勵 來 謝謝師傅 Q吹